广东省华州市平定镇大令村 是一个与其他村庄在外观上看似没有太大差别的寻常农村 但只要问问村里的老人 他就会跟你说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久远故事 更何况这里被称为中国华聚红第一村 华聚红树被种在大令村的每一个角落 吃凡野茂 郁郁葱葱 村里近90高龄 堪称大令村华聚红活字典的老人陈章金更记者介绍 大令村种植化聚红栗是约600年 但聚红树一度毙命灭绝 我们以前我阿公我爸爸 就是做这行的 做吉红的 以前都是做好就放去广州买 解放钱都去广州买 以前没有公路的 就是水温的 我下面那些笼就一笼笼放上船 放去广州买 我爸爸还有个小孩阿叔 总统有八年底的 但没有一个有我的头脑这么耐心的 因此他就学都不好的了 我就小小跟着爸爸就学到老 我只是读到小学半年 民国时期他父亲在自家门口种下一棵举红树 后来随着化聚红市场逐步复苏 周边村民甚至是广西的种植户 都跑来他家嫁接化聚红树苗 现在这棵百年老树 每年还能尝过数百只 其儿孙遍及广东广西多个地方 成为名副其实的化聚红树王 我这条红树最独特的 特征就是什么呢 可能那堆土好 木是老了 那些颈子还发芽起来 没有见有其他人 地方有的 我这条红树就有了 从那只头 没有可能还发芽 就讲到这条红树 就是百年百年再装起来的 陈章金老人不仅熟知历史 还拥有一门好手艺 化周取红是中国四大男药之一 有南方人生的美誉 早在明清时期 就被列为宫廷御用供品 其中七爪有为金贵 老人正是一名制作七爪的高手 收购回来 老人就煮些烧水 拋一下就开了 开了开了 今晚跟那些这样 今晚就放来烤 没得流到明天了 今晚做到多少 放多少进去 进去烤的了 流到明天就变黑了 这样烤出来 还要湿湿水 把它剪尺 做尺 又要剪好 又大又小 又要剪好 所谓七爪 就是古人将果皮烘干或晒干 遵循只可为单 不可成双的传统 将巨红枝皮 做成三爪 五爪 七爪等形状 其中以七爪取材为最优 五爪 三爪 其次 古代帝王还规定 真者一片可制一斤的七爪 只能宫廷使用 民间只能使用次一等的五爪 三爪 七爪制作过程费时费力 工序众多 而且火候时间都要难捏得当 但陈章金老人信手念来 出自他手的作品更是品质过瘾 如今 这样一捆优质的七爪的市场价格 可以达到十万元以上 曾经宫廷御用之物 如今依然价值不菲 不过老人家对这门手艺 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表示 画巨红是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未来他希望 画周巨红能被更多人认知 也能作为一种东方文化 走向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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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